台庆劇《升空下的仁衣》中 日前中佳音痛失愛子的一幕 令不少觀眾流淚 其实不止大人 一班小演员的演技 也大获好评 这日一众演员现身商场 为下星期一晚播出的大结局造势 郑嘉穎、周嘉怡、罗子逸等 都有现身 还带着同剧的小朋友 非常好戏 最重要是他们的整套剧 他们成功的地方就是他们 我们是辅助的 他们真是很聪明 很厉害 每个都哭死人 我们本来叫做乙科医生 什么儿童医院 最后才升降下这些人意 那标题你都知道 头两个已经是主角 是小朋友了 所以其实他们是主菜 我们是配搭的 连道具BB都很好 是的 五位数字 真的 money well spent 这个数字很值得很值得 你很少到他可以拍近视线 是 如果孩子有一个近视线 我觉得都值得很值得 很多人都说那场是哭得眼睛都肿了 我老婆都哭得 昨天都哭得很厉害 我都哭了 说到小朋友 指日透露友宜和太太追多个B 不过应该就不是最近的事了 事关他明年会主力不想挖金 还不知道挖到什么时候 真的不知道 其实我通过关之后 就不是一件很遥远的事 现在是比较麻烦一点的 但现在会不会开始有这个 有心挂挂的 不会 我现在训练着我小朋友 Facetime的 因为这个都很需要的 不要当我是死物 会接配上去 看情况 你的小朋友一间房子十四天 我想了很久了 他行不通 他会发生的 真的不行 到时再照顾 女女的责任就交给太太了 现在也是的 那些男人 那些男人 有心弄 真是的 我要替杨绍说 他真是不行的 快再回来 我爱他 他也爱了 他会贏 他会贏 这句他会贏 海鲲杰演的院长角色 令观众又爱又恨 海仔也很开心 大家看到这么肉 连出阶上也有说想打他 最近出街很多人都第一句叫了院長 第二句叫想打我 想打我 想打完我之後 可不可以拍張照片 我覺得現在觀眾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他們都覺得真的是拍戲 這次我們仁醫是一個很成功的展示 不是個人表演 只是我好就沒用 是全世界都好 我不捨得 其實拍攝那時都不捨得 拍攝那時因為很多專業人士在這裏 其實從中學識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覺得我們很希望以後 可以拍攝多些這種專業的角色 變成自己無意中專業了 這次拍攝對張寶儀和陳智瑤來說 都是一個新挑戰 連客串演宮池一年輕版的Yoyo 都要落手拍攝手術器 因為其實我做麻醉科 麻醉科要做的手術 打瓷針 基本上都是打瓷針和插頭 所以不是太複雜 但都要練習 很幸運 我們每次一有手術場面 就會有麻醉科醫生 真的在場去看我們每個動作 因為其實我之前好像沒有拍過手術 手術器 發覺原來真的很多專業名詞 全部講英文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他講什麼 有時候做著做著 那句話叫什麼 很長 我覺得這件事很難記 真的要記清楚每一個步驟 因為我是主刀 我要叫旁邊的人去輔助 我又要講很多話 自己去 對 所以我覺得都很開心 OK 我想問我